投資長你之前才預告說 白宮秘書會大嘴巴 結果他真的偷偷洩漏了 他說6月的CPI數據會很高 真的跟投資長之前預告的一樣 你怎麼看呢 我今天會告訴大家 6月CPI又多高 而且他如我們所料偷偷洩漏 我們獨家的預告都在我們節目 那我還接下來告訴你 怎麼判斷底部到了 兩大重要因素 尤其是公佈CPI後 台股的走勢是自為關鍵 怎樣關鍵是我的一切預告 通通知道我們今天榮耀華爾街 一定要看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7月12日 台股開盤14,235點 中場收在13,950點 大跌389點 中國疫情再次升溫 大家都很擔心會封城影響供應鏈 投資人也都在等待明天的CPI數據 另外俄羅斯天然氣管道 北溪1號又搞維修 讓歐洲能源供應的不確定性大增 因此美股四大指數是全數下跌 也拖累台股大盤 今天一路走低貫貨萬四關卡 面對這樣的行情 該悲觀還是樂觀呢 後續盤勢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Kerrigan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Luna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記得多多幫我們按讚 台股真的很慘喔 新規人幹嘛按讚一下好不好 按讚一下 你們有問題問大家 但你今天看很多人都問題問我好不好 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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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你說 對投資長今天台股 你今天穿什麼服裝啊 小護士喔 我今天穿小護士 為什麼 對因為今天台股跌破前滴13951 你那時候說是醫生救我一下 對 不過現在醫生也救不了了 國安基金也不進場護盤 那就換我辦小護士幫忙一下 小護士有得救嗎 也沒得救啊 對啊 要插面書去打母是不是 是 來你說 好 好然後 不行 侯市長你剛剛那樣插話我忘記了 忘記了是不是 沒關係我講啊 好 你現在應該想要問我 其實很恐怖的是 好像CPI有些數據喔 好像會出入意料的高嘛 可是我們講前面有沒有印象嗎 對 你說 然後另外我想到了 就是陳時中說 責任來我就扛 那現在台股下跌 責任來我就 給投資長扛 給我扛啊 沒關係啊 先跟大家講 我覺得還好啦 我都有考慮還要再加碼 我是認真跟大家講 真的嗎 我 我三千萬資金我還想加碼 我是很認真跟大家講 如果大家覺得說 欸這邊我還有機會再賺更多錢的話 我覺得加碼沒什麼不好啊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賺更多錢 加碼沒什麼不好 當然這數數有練過 你不要亂學 好不好 這個因為我這個是 這個是沒有什麼 不是用融資去 去花的錢 所以比較沒有那個時間上的壓力 是跟大家講 好不好 你有一些資金不能亂學 對齁 尤其股票 股票跟ETF不太一樣的概念 股票你有時候 該停損要停損 好不好 先跟大家講 沒關係慢慢跟大家講一些觀點 來你繼續說 好那雖然我今天穿小護士服 救不了台股 但希望投資朋友們心情可以好一點 那投資長昨天也有說啊 底部是利空淬煉而成 而且我發現 今天加權指數雖然破底 但是櫃買還有台紙棋 其實還沒有破喔 想問投資長 是不是有一絲絲希望 還是明天 6月CPI數據公佈之後呢 台股就像最近流行的用語一樣 BBQ了 BBQ了嘛 BBQ白白的意思 BBQ了 BBQ 也烤焦了啦 好不好 先跟大家講不錯 Luna今天一次節目有兩個哏 一個BBQ的哏 一個是責任來我就扛 陳時中部長最近講這句話 但是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政治色彩 我們來看一下 你剛剛講的那個善規指數 來 大盤破底嘛對不對 是 這個底有夠醜 而且你看喔 好不容易彈起來對不對 兩天就可以破 這個空軍喔 肆虐喔 他們說了算 好不好 好久沒遇到這麼慘的空頭了 來 這就是空頭的 是不用懷疑的 善規指數怎麼看 當然我們可以每天安慰自己 善規指數這個破底 還不如另外一個數據比較重要 外資的旗子多端是增加喔 外資的旗子多端增加多少 增加4736口 是 4776口 現在多端已經來到7000多口了 可是7000多口也沒有什麼用 為什麼沒有什麼用 因為那時候好像 這邊也有來到快1萬口多端 可能那時候來到1萬口多端的時候 有沒有像我昨天講的 先公佈數據資料 他是這一天公佈的喔 可是前天有跌了為什麼 他這一天公佈前天有跌了 因為白宮秘書大嘴巴 先跟你講的 對 他這次也大嘴巴 而且這些我們預告起來了 所以你就是要看我們福利社 要看我們華爾街 我有那個頻道 就是瘋狂股市福利社 出身也是我跟Luna 而且我們每天開好多時間的會 每天開很長的時間的會議 開了很多次 Luna就可以作證 我們昨天就說到 我們說白宮秘書 可能會大嘴巴先講 你不相信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看新聞 好 來 白宮來唸一下 白宮預防針打不停 就像你要預防針喔 來 預計最新美國CPI 數據將非常高 白宮預防針打不停嘛 預計美國CPI將非常高 有沒有看到 有 這邊怎麼寫 白宮新聞秘書上提也週一表示 大家應該為週三即將公佈的數據 做好準備 預計美國六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數據將非常高 白宮秘書講好 我預告前面 你不相信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預告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不要說我失誤化馬號炮喔 來 大家屏息在看禮拜四禮拜五嗎 因為禮拜三公佈CPI數據 來 3 2 1 看禮拜四禮拜五 可是不論怎麼樣 有突然即時的 為什麼要看我節目 因為那時候不是有白宮秘書突然嗎 我們福利社就講了 有 好不好我好像也有暗示 所以突然有那些白宮秘書 或者是白宮發言人跟你講什麼 暗示CPI的東西的時候 影響美股影響國際股市的時候 我會第一時間 領先所有分析師告訴你該講的 可是你要進行這件事 不要等到三千萬 領先我們該講的對不對 對 領先該講的 你看喔我已經暗示你了喔 白宮秘書 我會先大嘴巴告訴你CPI數據 前兩萬次我做到喔 這是你要看的分析師嘛 對不對 好可是問題是 最近還是賠錢怎麼辦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特別我覺得他要正面思考 正面思考 為什麼要正面思考 因為其實 巴菲特也有說過一句話 其實現在就是等誰 等錢喔 會從什麼 沒有信心的人 留到有信心的人手中 像我這樣越來越多 有信心的人的時候 他股市就慢慢上來了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 國安經濟不進場了 代表國安經濟告訴你底部了 我從頭到尾就告訴你 國安經濟進場就是一萬一千點 嗯 那投資長 台灣股市就會跌到一萬一千點 不一定 為什麼不一定 為什麼不一定 我其實在福利社的時候 也有跟大家講 講得很清楚 一萬一到一萬三 為什麼 我禮拜天 禮拜六特別單元 我再跟大家講清楚一點 更deeper一點 好不好 其實你知道一萬一萬三就可以了 好 就是一個十年一億的買點 那現在這邊 譬如說我在那 投資長 你為什麼在一萬四千多點 就買台灣50 我有兩個字 誠信 誠信無價 多一點少一塊 多一塊少一塊 這不行 這就是我的個性 說到做到 所以我改善在加碼 可是早上加碼 我跟大家講 是ETF字的加碼 股票你還是要注意 你還是要注意 停損停利的一個點 好不好 我是跟大家講 我會講清楚 免得到時候有人報道說 投資長你在投資觀念不行 沒有 每個人投資方式不一樣 好不好 我要講清楚風險的問題 好不好 聽清楚 好不好 股票有些不對的該停損還是要停損 好不好 可是ETF風險略低一些 好不好 是跟大家講 只是說我是考慮再加碼 而不是現階段去做 停損的一個動作 現階段 我想現階段 現階段沒有考慮這件事情 可是以後 什麼事 事事難料 只是說我認為我勝算機率很高 而且我還想加碼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損益 今天賠了153萬 欸 Luna好奇怪喔 台股破底 我好像沒有賠的比之前還多 對啊 之前是170多 欸170幾萬嗎 我記得要176萬 你把這個數字記起來 175萬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175萬的時候 來 是上禮拜 今天是禮拜二嘛 我怎麼覺得好痛苦喔 我怎麼覺得今天禮拜 感覺好像週末 好痛苦 我好像熬一整天 你不覺得Luna好很浪 度日如年 真的度日如年 比禮拜三的時候還低對不對 比禮拜三的時候還低 可是台灣50呢 因為我買的是台灣50嘛 台灣50有沒有比禮拜三還低 Luna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沒有很明顯嘛 沒有嘛 台灣50沒有比 什麼 那時候還低有沒有看到 沒有比禮拜五還低 有沒有看到很清楚啊 所以這代表一件事 其實台股還是相對有一股支撐的力道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22330的台積電 明天要那個嘛 法說會嘛 對 明天法說會 法說會我覺得它會釋出力多消息喔 你相信我的判斷 我會釋出力多消息 好不好 是 來 法說會你看清楚喔 台積電 這邊離底部更有一段距離嘛 嗯 所以台積電也沒有破底 沒有 0050也沒破底 上跪指數也沒破底 所以看起來初步有一個止跌跡象 可是就是就技術線型相對來比較 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什麼 第一個 CPI有多高 我昨天那次福利社我就講了 可能 上個月8.6就創40年行高 聽清楚喔 對 然後我說我們研究出來的一個數據資料 你要看我們這 真的很精彩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我跟別人一般人不同 來 我們是很認真做研究 我們說CPI 5月CPI這些在飆展 哪些飆展 這種福利社的 就是有分 CPI細項有分 我看網路上PTT也有 可是沒有我們做得很仔細 來5月CPI是食品跟飲料 有沒有 藍色是 藍色的 就算藍色 藍色是5月CPI 紅色是4月 5月跟4月比較起來 食品跟飲料增加的 房屋包含房租也是增加的 包含房貸 人員呢 增加更多有沒有看到 有 所以有幾項是增加的 有三項 飲料 房租 人員 是極速增加嘛 就是5月CPI比4月CPI還好 現在要公布6月CPI 所以我們算一下6月這些數據的資料 我們直接算了 來 你看清楚喔 來 台股審判日滿 審判日滿已經提前到來了 記清楚喔 所以要注意禮拜四是不是利空出境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是 來因為我們剛才說CPI細項 你清楚喔 我們是很認真做研究的喔 這個昨天 CPI細項有分什麼 來 有分食品、飲料、房屋還有一些人員啦 人員 當然比例不同 不過先看 這三個增加最多 看起來藍色比紅色長嘛 食品、房屋、人員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食品的房屋人員喔 這邊福利說有講這件事喔 房屋看房貸利率 房貸利率 這是平均值 平均5.23 這是走勢圖 平均值比較高 6月 6月的房貸 代表房屋 房價這方面 房貸 這些負擔方面 6月還是比5月高 所以6月CPI有可能比5月高 當然不能這樣比 因為6月 是要跟去年6月比 5月要跟去年5月比 不過至少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6月的確比5月高 好不好 OK嗎 好 我們都取個大概值好了 6月比5月高 CRB大宗商品 食品這邊 有沒有比較高 有 略高一點點 6月CPI這邊紅色 313.4比 怎麼樣 5月還高 平均略高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 可是看到都下滑了 是 都下滑 到7月的時候開始下滑 我們直到6月 因為我們要看清楚5月跟6月 可是到6月底的時候開始下滑了 好 原油呢 平均109 6月呢 114 下滑了 是 所以不論是原油 不論是什麼 房貸 然後商品 這些 上個月 害6月CPI增加的 細項 有沒有看到 害5月CPI增加的細項 到6月份 還是在增加 所以6月CPI 很明顯有可能比5月CPI好 只是推估 對 為什麼推估 因為我講的CPI是連整理 是跟去年6月比 我想是跟今年5月比 可是看起來今年6月跟5月比 還是更高 5月比4月高 5月比4月高 5月比4月高這細項 食品人員 還有房價 房屋 食品人員房屋 這三項 到了6月 還居高不下 沒有一個降落了 沒有降落降落 所以6月CPI也很高機率增加 所以我們福利社長8.6 福利社長比8.6還高8.8 結果現在很多經濟學家 也說8.8了 我們都預告在前面 那現在8.8甚至8.9、90怎麼辦 他講這句話我跟妳講喔 我認為可能到8.9以上 8.9那麼高 因為那時候好像預估8.2、8.3 結果結果8.6 然後結果現在是預估很高嘛 那有可能8.9以上 8.9怎麼辦 股是怎麼樣 雲霄飛車 對 雲霄飛車那天很重要 一週後台股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要照我算出來 從禮拜四、禮拜五 下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或者是說八天來算 或五天來算 下禮拜四、禮拜五 一、二、三 這五天 統計是漲還跌很重要 哦 漲了就很重要了 漲的話 這個底部就底部 本來是說13951嘛 現在最多多少 13 928 13928嗎 13951 13928嗎 一生就愛疤 這什麼東西啊 一生就愛被人家疤來疤去 這是閃悟現在的命運 閃悟的一生就愛被人家疤來疤去 哦 投資產現在也被疤來疤去 好不好 可是我們就數學分析 同樣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拜託你 你要多看我的節目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是 十無千里 也受到很多同業的攻擊 我一直跟他講很多同業的攻擊 你再問他一句話 啊這麼厲害 為什麼不參加比賽 你就一直問他這句話就好 相信我 越來攻擊我的 越不敢參加比賽 越不敢自己砸錢 哦 信不信 越不敢砸錢怎麼樣 為什麼到現在就是攻擊我的 其實我也沒有一個人敢砸錢啊 習慣如果你比我厲害 你應該砸錢應該是賺錢啊 嗯 越不敢砸錢 也越不敢參加比賽 啊我是針對攻擊我的 不攻擊我的 我也不會攻擊 我國總這個人到這個年紀了 大家同業 祝你們發大茶 不要來攻擊我 我是金水不放喝水 你要來攻擊我 那我也不怕好不好 那我們就比賽實力嘛 好不好 是跟大家講 好不好 比賽實力 過去是 那你可以現在比在現在是啊 可以挑戰比賽嘛 182%嘛 你可以挑戰至少來個90%嘛 是不是打對就夠了吧 是不是 好不好 自己也可以砸錢啊 啊如果什麼都不敢做 那就乖乖的 不要刺激別人 因為會被人家笑 好不好 會被人家笑 來 那第二件事情 因為我很紅 所以你同朋友 我Line喔 因為最近喔 說老實話現在行情也不好 我也不想發那麼多Line 我誤死 我每個月花個幾十萬 花三十萬 我想省錢 好不好 所以你要加我Telegram 啊記得因為很多人說 投資啊你有沒有什麼社群 我沒有在什麼群組裡面 你一言我一語 哇 姐姐好厲害喔 然後姐姐跟你講 哇你要不要參加我什麼 或投資什麼東西 沒有這件事 如果看到一個群組不到1000人 不到5000人 那代表那是被騙的 絕對不是我的群組 你不要到時候出事 你又怪我 我沒辦法 好不好 不管是大年出一出二出三 等到出事的都沒辦法救你 我想得很清楚 所以你要加我Line 我是全台灣Line粉絲 最多的分析師 如果不是我直接下來去公 全台灣Line粉絲最多的分析師 再加入Telegram Telegram個人私訊我 Line我可以推播訊息 你也可以私訊我 Telegram這個是頻道 你可以接收我所有的訊息 然後要跟我聊天 可以跟我私人對話這邊 Line可以私人對話 Line不會百分之百文章 甚至我現在變百分之百文章 寫在Telegram 那怎麼加入Telegram 我影片喔 你點個影片下班 把它直立起來 點個小箭頭 會教你怎麼加Telegram 或者直接搜尋 Google搜尋Telegram 郭子龍Telegram 就會跳出來了 好不好 其實這件事 如果什麼群組頻道 低於一千人 低於萬人 百分之百是詐騙的 好不好 不用問我 我沒有那麼不紅 好不好 我沒有不紅 那沒有什麼社群 你一言我一語的 我一語的 趕快參加折折折 叫你買什麼 買港股啊買什麼的 買很奇怪的東西 都沒有好不好 好那我跟大家講 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有一些觀念 也是要講 停損當然很重要 可是每個人習慣不同 就我自己而言 這邊我當然在加碼 可是你自己要有停損 概念要有觀念 好不好 我也不想誤導大家 好不好 我是跟大家講 那除了這以外 我們來看大家 來一件事情 所以白宮預告60CPI很慘 怎麼看 那怎麼看 對 但是他有說 6月的CPI 也算是過去式 7月可能就又下滑 現在跟我講的一模一樣啊 所以你看 為什麼叫榮維要華爾街 秀才不出門 便知天下事 我在我這邊 網路世界 我就可以查到所有 應該查資料 預告下一步 那為什麼 我就跟大家講 其實喔 德國股神科斯多安尼也說過 投資是一門藝術 不是科學 你科學的話 你現在知道CPI的資訊 你要想像力 我想像力是 今年年底之前 俄乌戰爭 一定會怎麼樣 為什麼現在 你剛才說北溪1號 要修 要怎麼樣 要維修 為什麼維修 因為他給德國壓力 因為德國今年沒有北溪1號的話 慘了 全部要那個 路有動死骨啊 會非常的人啊 歐洲 北歐的那個人喔 歐洲的人喔 是你受不了的人 好不好 你聽得懂嗎 那怎麼辦 你聽得懂嗎 到時候會不會協談 會不會有和平協議 在冬天之前 你要想像力 我認為普丁 這個人 你只要給他台階下 現在的問題是喔 普丁 你不給普丁台階下 說啦說啦 如果我是美國 我會不給你台階下 因為我的目的就消耗你啊 對 你兩個最好兄弟細想 然後呢 然後那個 烏克蘭也傻 烏克蘭也傻傻的 就想算跟他打 打下去 這得勝誰 不是俄羅斯 也不是烏克蘭 是美國 你聽得懂嗎 代理人戰爭 代理人戰爭 你代理美國戰爭嘛 可是我覺得到冬天之前 到今年之前 普丁會怎麼樣 會答應 你可以等到那個時候再加碼 你也可以等我左側嘉義 再下去的時候再加碼 我是打算再加碼一次 我是認真的喔 這加碼一次其實我對我來說是開心的 對我的事業 沒什麼幫助 因為那時候下去的時候 一定喔 會員朋友們 只有少數很有勇氣 最近還是有人參加會員 是很有勇氣的喔 只是我在這邊參加才對 不要等到剩兩萬點 一萬八才參加 對啊 這種人 都是有贏家特質 我要告訴你 贏家特質是什麼 我秀給你看 可是那個時候可能到我 反而可以多賺個兩千萬 真的有可能喔 如果在第二次加碼點 我賺兩千萬機率大增 我是很認真的跟你講 可是 可是 可是你知道怎麼樣嗎 可是我不想要這樣子 因為你到時候你們心情會很不好 好不好 我先跟大家 最近都有些受不了 所以你一定要看我的節目 好不好 跟大家講啊 也要支持我們一下好不好 好 你現在在 就像我講的 張錡李治安也講的啊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現在停損就走了 好不好 90月再回來看股票 應該會轉哭回笑 差不多 差不多 11月 11月就跟你講差不多了 折折還有錢我們沒錢的 沒錢沒關係 那知道看我們節目 好不好 張錡李韓運怎麼看 常常怎麼看 我常常現在問的比較多了 13888 13888 13888 還沒到13888點喔 烏鴉嘴 好不好 來 來 我們看一下喔 好 很多人 左側交易口袋也要深啊 左側交易口袋不一定要口袋要深 而是說 你要每發子彈 隔一段時間 你該下去的時候要加碼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有人說長龍 我今天問的長龍比較多耶 來 長龍那是要80塊買對不對 這也是80塊我考慮進場 我考慮就是 行情 景氣不會大家摔退那麼快 長龍該反應都反應了好不好 已經是從200多塊 這樣反應下去 好不好 我覺得這邊還是有機會 好不好 其實所有股票都慘啦 有沒有什麼股票不慘的 好我看一下 有啦就是說 我說會領先創新高的 8069的元泰 好不好 元泰今天紅K很特別喔 對啊 我看了一圈幾乎股票 只有他紅K而已 好不好 好慘喔 是 看什麼 我看烏克蘭要反攻了 有今天也烏克蘭要反攻了嗎 好沒關係 可不可以預測一下本坡低點 無腦一直信心喊壞也無法住下跌 本來喔 我本來就不是 蛇蛇的三千萬進場喔 就可以馬上止疊為生 我本來沒有這個預期 我本來沒有預期 如果是左車加益 你不要去預測低點 蛇蛇什麼時候是低點 我已經跟你講很清楚了 來聽清楚 很簡單 今天如果 聽清楚喔 我想很清楚 今天如果巫二協議告訴你 這是要簽訂的 馬上就低點 今天低點不用考慮了 好不好 真的跟你講 你趕快買 那時候你要把現金資產要接近為零 我是很認真跟你講 聽清楚 我已經感到邏輯了 因為剛才我問低點 你要我講那個點數 那就江湖素勢了 沒有辦法 第二個 如果 那個低點是 我認為99%的信心 我覺得那個是低點 99%的勝率 99%的勝率 就是告訴你烏克蘭 因為 所有的原物料 你說石油那個 通膨都是他害的嘛 你聽得懂嗎 都害的嘛 中國如果決定不封城 我覺得中國不封城更難 因為習主席要在這邊 好像是十一大嘛 是不是 11月份的時候 就是說他要接班 要繼續接班 他的接班制度 繼續延續下去的話 不是接班 繼續他的執政制度延續下去的話 一定要在11月之前 還是稍微高壓統治一下 怕任何的萬一 你知道嗎 清零是政治意涵 大於實際的意涵 不然沒有效果 你聽得懂嗎 清零搞到最後很多 其實很多的企業都快走路了 他還照樣不管嘛 有沒有現在很多銀行 有沒有倒了 直接存款變零了 很恐怖耶 大陸現在是這樣 零不到錢 你知道嗎 他們有的還零不到錢 是啊 可是他不管了 好不好這也不管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烏克蘭戰爭第一個 第二個是 CPI公佈數據資料以後 那種是爛到底嘛 我就爛 我最爛 不管你烏克蘭戰爭 CPI爛到底以後 最爛就是這樣子 反轉的時候 這次CPI那麼高的時候 反轉 景氣 行情還是引用持續下滑 然後CPI公佈以後 利空出境 股市沒再跌了 那這個打底 用時間換取空間 是 烏克蘭確定核實結束 這個買點更確定 更漂亮 聽得懂嗎 可是這個時候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有可能先確定底部了 然後烏克蘭又停止戰爭了 再拉一波 第二個就是我講的 你趕快確定 畫面給我 你趕快確定 只要CPI公佈以後 這禮拜四禮拜五 一二三 都沒有破底部 沒有再破底了 散展機率極高 就是 比如說 我假設 這幾天也沒破底了 不管了 就是 禮拜三之前的低點 如果經過五天後也沒破底 禮拜三之前的低點 有可能是本波 當然是今年的最低點 好我講清楚了 好我講清楚了 邏輯好不好 好 讓我們來看一下 來來來 Runa要改名 Runa你是不是很可憐 跟你也沒什麼關係 好不好 沒關係啊 拼三星就好 哪有人建議 今天 今天加碼了嗎 還沒有喔 長榮不是要減資嗎 減資就正常拼三星嘛 你就減資剩下多少股票 你就零股賣一賣 或抽一抽變成現 你說假設你變成2.33 你就再買700股 好不好 或把生股給去掉了 好不好 機動股跌崩喔 讓我看一下什麼想法 網友們 有沒有問題 喔 你看網友就爽無了啦 相信則則財富對則 沒關係啦 反正我最近不准啦 平常心就好 好不好 最近不准 我要怎麼辦 我也不會造假 好不好 你就不准啦 我給你們笑沒關係啦 平常對峙這句話 是蠻反感的 可是現在沒辦法 很多股票真的打對折 能怎麼辦 被你們笑 我就平常心 好不好 之後 算了說我今天是有點不想錄影啦 可是我告訴自己不行這樣子好不好 不想錄影就覺得 這個真的沒什麼好講的 這個只能等 這個就是每天在 每天在磨你啊 每天在 打你啊 那個內心好像你要 有人一直不斷的驅打你 很痛苦你的感覺你知道嗎 看這行情很痛苦的感覺 因為這疊得很不好 可是今天臉色不好 不是啦這不是臉色不好 是我穿黑色衣服 沒有臉色沒有到800 是今天這個 有人說我臉色不好 是他今天穿的比較亮 現在對峙看起來我比較黑 真的簡單好不好 對 來齁這有些色彩的問題好不好 慢慢跟大家講 看一下友達 友達還沒破底耶 嚇死我齁 因為看起來今天應該有機會破 也沒破底 當然這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CPI公佈以後 慢慢講這些股票好不好 對 那真的我跟大家講 我還是希望你買台灣50 如果你的資金是可以放一年的 那毫不猶豫 你現在就該跟我買台灣50 放一年的你不會有壓力的 毫不猶豫你就該買台灣50 我認真跟你講 不用一年 我覺得半年我就會笑了 好不好 那長冬函 長冬函 長冬函少數你看到現在 底部現行很漂亮 天哪這種機油股 希望陳志忠部長真的離開以後 然後接任的人趕快開放國境 我受不了了 好不好 我覺得執政黨如果開放國境 我開放國境 選票也比較高 明天台積電說的法說會決定一切 我認為台積電有很高的說法 他說被砍單了 可是明年的營收成長不改變 所以這樣講喔 我就是有高機率喔 我不能說百分之百 我覺得至少有六成以上 不要說六成以上股市就彈起來了 你又說扯扯好可惜 該買就買啦 連電都賺到七塊錢 台灣的本益比真的低到可憐 那什麼時候股市會打底部 就是利空的時候 我講得過一件事 現在是需要利空來刺激還利多來刺激 利空 需要利空 所以六月份的 六七月份最大的鬼故事 最大的恐怖故事 像很多恐怖故事 Netflix第一名是什麼 咒嗎 咒 第一名是咒 然後戲劇第一名是非常律師 也蠻好看的 我已經無聊到講別的東西了 咒我還看了兩次 咒我還看了兩次 非常律師你也考慮看一下 好不好 好 然後那個 因為我比如說 最喜歡推理的 最大的鬼故事 你說什麼 最大鬼故事不是咒 最大的鬼故事是CPI 公佈CPI以後利空出鏡 這就是個好買點了 好不好 空投市場市場 其實股市到最後投資是個藝術 你是不是就平常心 就每天看我 連銷尾 像只能這樣子 我也沒辦法 真的 這個等於是五年一次的空投了 好不好 已經遇到 但沒什麼不好 我本來是預期明年啦 如果它跌下去 那明年的空投它就趕快化解 就變成像今年的 就像明年一個大地震 今天有小地震 它就沒了 你懂嗎 你聽得懂嗎 有時候這個大地震累積 是因為一直沒有小地震 這沒有什麼不好 本來是明年是一個大空投好不好 那跟大家講 13928的口號很不吉利 因為今天最低點嘛 是不是 13928好不好 再加碼會公佈 當然會公佈啊 這不用擔心 再加碼會公佈 可是我現在不想跟你講那麼死 到底哪邊點 我本來都說 Luna我好緊張 115 我很怕沒買到 我命就知道會跌到114、113 單天會跌到 所以我跟你講 一定會公佈 什麼時候 我跟妳講 反正買了單天就公佈 對 買了就是這個節目 差不多2點半的節目 我就是會公佈 好不好 這不用擔心 賣呢 賣了也會單天公佈 就是一兩天內公佈 好不好 不用擔心 沒有要賣 我很認真跟你講 沒有要賣 我這資金是我自己管的 你不要亂學我 好不好 你該停損就停損 好不好 我會跟大家講 因為我也是聽話 好寶寶 好 主管機關 其實會覺得說 好像這樣子 不給他停損 也不太好 我要跟你講堅持觀點 只是我覺得我風險承擔起 每個人有每個人風險 你先記清楚 好每個人有每個人風險 自己要衡量 自己要衡量 再加碼 我會再加碼 我很認真 再加碼 我是真的想加碼 就我個人私心 我可以賺更多錢 我很認真跟你講 可是我不想 我不想要這麼自私 因為我覺得不是只有我賺錢就好 好不好 我知道賺越多 一定批評越多 這時候會就這樣很奇怪 好 那航空股 運價好像跌20% 是不是怎麼看 其實景氣就下來 好不好 都已經反應了好不好 讓我們看一下 文業 文業也有買 文業打底 這種高支利率股票 都很誇張 這跌到都不行了 天啊 都不想看股票 難怪瑞玉也是一樣 這網通的也可以跌這樣子 怎麼看 其實最重要都是資金的收縮 記起來 所有東西是資金收縮 所有問題是CPI 只要CPI一解決 無謂戰爭 一解決 你要毫不願意用力做多 好 可是可能那個時候底部 可能早就確定了 所以最好方式就是 邊跌你邊買 然後用現金買 不要融資買 你要 自己要適合停損點 像我 我是考慮再加碼 每個人風險不同 我講得非常清楚 我希望你好好保住 好不好 每次看 跟大家講好不好 只只笑一個 笑一下 現在很尷尬 等我 等我整個 反敗為勝的時候 我在笑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好不好 姐姐今天臉色告訴大家 我今天臉色有這麼差嗎 怎麼辦 難難到一個年紀 還是得要靠妝 好不好 殘忍跌破季線了 每天看姐姐 臉稍微 BBQ了BBQ了 那怎麼辦 才被烤焦了 BBQ了 好了 BBQBBQ 沒有關係啦 平安心 可是要看我節目 大家尊心情不好 可是要看我節目 至少 我很實在告訴你 我該進場 我該加碼 我就會加 我還想加碼 所以最好不要跌到我那點 可是跌到我那點 我會賺更多 只是你風險自己要風險自負 那不論最後我錯 我一切一切預告到前面 記得 最大利空測試 六月份 七月份最大的鬼故事 就是六月CPI 晚上CPI 大概八點半的時候 晚上 禮拜三晚上八點半 公佈CPI的時候 公佈又美股的走勢 台股接下來那一周的走勢 如果還為政 你要注意這件事情 美股最近還沒破敵喔 LUNA 你懂嗎 美股還沒破敵喔 說畫畫面給我 所以如果這個到時候CPI公佈 沒有跌了 那會保持好台股一個月 甚至半年的平安 甚至底部已經確定了 不論對我錯一切一切預告到前面 最大鬼故事 可能是最甜美的 預言故事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接下來的行情 也歡迎來恰情 0806680 0800668085 0800來來8085 我徵求有用者 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謝謝各位 歡迎幫我們影片留言按讚 想要知道更多台股操作技巧嗎 可以播到我們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你喔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大變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RAGAN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RAGAN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都是假帽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